大大小小的碎石 佔據一半走道 再往旁邊看 鐵捲門變形 地上還有碎裂玻璃 大樓部分區塊 甚至被拉起封鎖線 花蓮華爾街大樓 被貼上黃丹 成了危險建築物 晚間住戶返家想拿東西 卻被擋在家門外 無法自由進出 180戶住戶 加上商店280戶 為了確保安全 大樓進行管制登記 一次只能一人進出 對啊 就來看一下 結果現在不能上去 那電梯現在也不能用 好像是八九點到傍晚六點 這段時間可以排隊 上去這樣 對啊 住戶白天拍下大樓外觀 直呼根本滿目瘡痢 整棟大樓外牆 東卻一角西卻一塊 甚至肉眼可見鋼筋 此磚剝落砸在鐵皮屋頂上 地震發生後不少花蓮居民 擔憂加變圍樓 網路上還全出時間 拆除名單一度造成恐慌 為在花蓮市中心的商業大樓 主委出面澄清謠言沒有拆除 相關單位鑑定確定結構沒有疑慮 只需要修復外牆磁磚 而針對黃單受災戶 縣服也表示會向中央爭取短期租屋補助 減輕居民負擔 307萬黃啟超果幅 先正常去商業花蓮艙報道 看 our nation 明天 難允 撼